云哥哥 我不嫌弃陆大友长的仇 也不嫌他是个瘸子 可是他不是人 心疯之夜 他怕周世安对付他 硬把洞房让给了他 那一晚 我承受了怎样的羞辱 云哥哥 你知道吗 我每天这样的活着 就好像在火上烤着 有礼煎着 我实在太累太累了 现在我不想那么累了 我想偷偷来 去找我爹 我娘 我以前的家 云哥哥 你不要伤心 也不要难过 但愿下辈子 我能做你心中的蓝眼 我们能够过着 只有彼此没有别人的生活 我能够过着 去帮助 云哥哥 我能够过着 他找我 我把他放在内容 我能够过着 苏姑娘 对不起 没关系 我都明白的 我跟使族长已经说过了 我决定离开这里 为了蓝烟 难道除了蓝烟之外 就没有别的可留恋的 好 我不拦你 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带我一起走 你放心 我不是不识趣的人 我只是想给我自己一个机会 也给你一个认识我的机会 我可以当你的丫鬟 当什么都行 我现在就回家人家去收拾衣服 你觉得姜大奶奶会放你走吧 放也得放 不放也得放 如果她执意留我 我就死给她看 不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活着也没意思 你喜欢我什么 我 不知道 喜欢就是喜欢 没什么理由 你 我 可以跟你走了吗 我能说不吗 不可以 大路朝天 各走一边 就算你不让我跟 我也会跟的 除非 你讨厌我 嫌弃我 不喜欢我 你跟我在一起会很苦的 我很能吃苦的 你 没有明天的 我不要明天 真的要走 你是知道我的 决定了的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 也好 不管怎么样 路都是自己走的 好了 拿好灯笼 自己路上小心 哥 星河 你怎么来了 碰到你就好了 这封信 麻烦你帮我交给云哥哥 云哥哥去巡逻了 你为什么不等他回来 亲自交给他 我想 他现在一定不想见我 看在我们多年姐妹的份上 我求你了 我 星河谢谢你 好奇怪啊 能不奇怪吗 一个女人深深眯眯的大晚上的送行 我从来没见过她这样的眼神 他是不是因为陆大友打她 他受不了了 又想回来找冷大哥 这可不行 星河 我不能让你的幸福 毁在这个女人的手里 哥 我得看看她到底又有什么鬼主意 哥 你进门看 哥都是为你好 哥 好了 哥 哥 坏了 坏了坏了 你 我也在不再敬你 还是想回来 你 他应该是为了 你 哥 你 你 Life 然后 你 这 云哥哥再见 星河再见 快 有人跳河了 快救人哪 怎么会这样呢 娜娜快啊 救命啊 快来人救人啊 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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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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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来人 来人 快救他 来人 他不为水啊 快快快 他真不为水啊 快一点 蓝月 快快快 蓝月 慢点 蓝月 慢点 来 不 蓝月 谢谢 谢谢 蓝月 别客气 蓝月 蓝月 我有事的 蓝月 我有事的 大夫 他现在怎么样了 他已经昏迷过去了 还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 为什么 枪水倒不是很严重 不过 我感觉他确实不想再活下去了 这是心病 我的药啊治不了他 大夫 我求求你救救他吧 不然我们一家人都没活命了 说什么呢你 这个时候了你还只想自己 你还是不是人呢 星儿算了 我说的不对吗 大夫 现在应该怎么办 这样吧 我先给他开服镇静的药 但这只是暂时缓一缓 关键是让他有活下去的念头 才有一线生计啊 你们去抓药 我 不安 不安 光月啊 自从你接管了祠堂以后啊 这阵上的治安好多了 现在你这么一走 我怕这阵上又不带别人 沈组长 您太高估我了 以前治安不好 主要是纪律太松散 经过这次的训练 我相信 大家的功夫和警觉性都有所提高 好 您就放心好了 好 嗯 你干什么 老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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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何 老大哥 兴何 怎么回事啊 蓝爷 蓝爷他不行了 什么 他快不行了 走 走 走 你 蓝爷怎么样了 情况不太好 刚刚未进去的药 也全部吐出来了 蓝爷 对不起 是我错过了你 蓝爷 你的云哥哥来看你来了 你快睁个眼睛看看他吧 他在动吗 他动了 他知道是你来了 好 药呢 药 快 药药药 快 蓝爷 你不能死 你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 要不然 我一辈子 都不会安心你 我知道 我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 永远都为别人着想 但你这一次 可不可以为了我 就为我 为你的云哥哥 可以吗 冷大哥 冷大哥 给你药 好 这里地方太小了 我们都出去吧 让冷大哥看着他就行了 走吧 喂 你还在这儿干吗 这 这 这是我家 我想在哪儿就就在哪儿 这时候摆出一家之主的谱了 蓝爷被人欺负的时候 你去哪儿了 你这一家之主去哪儿了 既然你没做成蓝爷的丈夫 为什么还要待在这里啊 你 你 你是 我说错了吗 蓝爷就是被你们这些人害死的 行了 好了 苏姑娘 好了 你就别说了 陆大哥也有他的苦衷 大友哥 你们先出去吧 这里有我就行了 我 我可以 大友哥 我说这里有我就行了 走 走啊 走 阿燕 云哥哥知道你的苦 云哥哥没有好好保护你 都是云哥哥不好 但以后不会了 只要你相信云哥哥 云哥哥会永远在你身边保护你 哪怕是跟全阵人为敌 要相信我 好吗 这些药材一送出门 啊 这些药材一送出门啊 我的心就踏实了 等他们验完货 交完尾款 这整个平安镇就是我最大 想想都开心 你怎么了 说你是木头还真的没说错 一点反应都没有 现在我赚到钱了 也应该说一两句好听的话 让我开开心嘛 那 等我的钱一到 我就要去兰烟进门 你不能反对啊 怎么了 你是不是聋了 都听老爷吩咐 这才聪明嘛 来来来 吃饭吃饭啊 干什么 你们不能进去 让开 不能进去 什么事这么吵啊 你们不能进去 让 喂 你是谁啊 周老爷 省里警察局来人了 他们告你在省城那边贩卖假药 麻烦您 跟我们到祠堂里走一趟 我的药是假药 我可是真金白衣买了的 你疯了你 对不住了 你跟我们讲又有什么用啊 我们只是一些跑腿的罢了 请吧 好 我跟你走 真金不怕火力 走 走 太太 快 春泥啊 今天胃口真好 再尝碗汤吧 哦 是 来 吴霜 吴霜 你怎么来了 我 先进去 找我有什么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吗 好不容易趁着我大嫂生病 我哥他没时间管我 溜出来看看你 没想到 你对我那么冷淡 那好 我走了 我的好吴霜 我怎么会对你冷淡呢 我呀 正在办一个大案子 这个案子 跟咱们俩之间 有很大的关系的 你说什么呀 我听不明白 周世安被人告卖假药 我想过了 他欺负你大嫂 又威胁你大哥 等于就是你们家的大仇人 要是我把他严惩正法了 一来可以踢天行道 二来 说不定你哥一高兴 就会把你嫁给我 到那个时候 到那个时候 咱们两个 不就能光明正大地 在一起了吗 对呀 这样一来 我哥他就没话可说了 那你现在 是不是可以理解我了 明知故问 好了 那我先去忙了 嗯 嗯 请我一下 好了 快进去吧 被人看见了 不得了的 嗯 你叫周世安是不是 嗯 你卖假药是不是 嗯 嗯 我说你卖假药 你就卖假药 你咬什么头啊 嗯 嗯 嗯 说 你是不是卖假药 嗯 嗯 你摇头是不是 那就是说 你的药 是好药是真药了 嗯 嗯 那也就是说 你的药吃了没事儿 是不是 嗯 好 好啊 嗯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 不掉泪 嗯 嗯 这都是你的好药是吧 嗯 那你给我吃 给我吃的 吃了呢 蘇大哥 吃啊 蘇大哥 你看 是不是等沈族长 沈讯完了再动手啊 嗯 嗯 要不 我怕这样会出事啊 出什么事啊 嗯 放心 不会出事 这个周世安 是个大大的坏人 全镇上下的坏事 都让他给作变了 什么卖假药 欺男罢女啊 他是无恶不作 我跟你说 我让他吃点他自己卖的药 那是对得起他了 明天要是沈完 保证他点天灯 你们敢滥用私刑 明天过了堂 看我怎么告你们 你还告我们 哎呀 我好怕 我好怕啊 说 是不是卖假药 是不是 我的药都是真药 都是好药 是吧 都是真药是好药是吧 不是我 你给我吃了他 你给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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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给我吃 你给我吃 我 哎呀 苏大哥 苏大哥 哎呀 啊 蘇大哥 我 你 苏大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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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啊 没 没事 放心 他要是出事 咱们全完了 没事 没事 席让他待着 明天就没事了 走 咱们赶紧走吧 有什么事 保证我身上心了吧 苏大哥 苏大哥 走啊 走 走走走 快走吧 和 Sign go 走ato 走啊 neighborhood 走走 走借 走ον 走走 走走 不能反 than 把周世安带上来 是 周世安带到 周世安 省城政府告你 贩卖假药 你可认罪啊 我 是 怎么回事的啊 你是不是装磨做药了 怎么了 昨天还好好的 怎么回事啊 孙仁海 说 他一说 他的药是真的 我就给他吃了点 打定 我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你知道 女人是不能进祠堂的 你要是想进祠堂 就得按规矩盘 我赶紧回去吧 我赶紧回去吧 太太 太太我们回去吧 不要在这儿了 digestion 消了 你不要 只是 alpha 对嘛 gin 哈哈 你好 中国人 大outer 修 你有话就说吧 你 知道 我知道 我丈夫犯了错 母后 但是 他卖假药 只是为了敛财而已 我求你 我求你 饶他一命 我愿意把周家的家杉 全部卷出来 请组长 饶了他 队长 这次我们把人给弄成了这个样子 不好交代呀 他的夫人 又愿意捐出全部的家产 算起来 也是赞款的好几倍了 拿他给受害者一点补偿吧 我看就这么算了吧 大家让开一点 拿进去拿进去 统统都拿进去 好吧 念你丈夫是初犯 就把他带回去吧 送他们回家 是 你跟我来 冷云请假 叫你临时替代他的位置 那是看得起你 你倒好 反而滥用职权 把人弄成了这个样子 幸好他的家人急于救他 认了罪 不然的话 你让我怎么向胜利交代 对不起 沈组长 我只是想教训一下坏人 坏人 你没有确凿政绩之前 你凭什么说人家是坏人 我 好了 苏星海 你不能留在祠堂了 走吧 舅长 走啊 我已经对你够宽容的了 你先进去吧 是 你怎么这么傻呀 一夜夫妻百日恩吗 月婷 你可不可以收留我们啊 你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她不信 我生平最讨厌 负心的男人 我绝不会养这种人 月婷 月婷 你看看她 她都已经傻了 她已经得到了 她应有的惩罚 月娥 你怎么还在帮她说话呀 经历了这么多 难道你还没明白吗 凭什么她好的时候 她就寻话问流 她不好了 就要你去照顾她 没有这个道理呀 你听我的你还年轻 月婷 我只能收留你一个 要不要进去 你自己看着办 你想清楚 许敦 谢谢您 你知道我这一辈子 就只爱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 他好 我爱他 他不好 我也爱他 他现在傻了 我更爱他 我这辈子的愿望 就是可以和他守在一起 一生一世 永远都不分开 现在我们终于 可以永远地守在一起了 那好吧 我回去了 我来吧 以后老爷的事 我都亲自照顾 你们不用插手了 遵你 你也找一户人家 好好地嫁了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我和老爷 谢谢你陪我们到最后 太太 老爷 你放心吧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月娥 都会照顾你一辈子的 来 我们走吧 太太 都已经十几天了 还一点起司都没有 怎么办呢 要不要 给他准备后事啊 你给我闭嘴 懒人只是昏迷 现在药都未进去了 根本不像你说的那样 我也不想他这样 可大夫说了 是他自己不想活 你 大哥 大哥 告诉你个好消息 周深因为卖假药 被抓起来了 真的 我给他吃了他自己的药 结果他变傻了 他老婆为了救他 捐出了自己所有的钱 现在两口子已经离开平安镇了 太太好了 太好了 兰烟 兰烟你听到了吗 周世安完蛋了 他不能再威胁你了 兰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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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烟你听好了 这句话我只说一遍 现在周世安的威胁 已经不存在了 你跟陆大友 也只是有名无实的夫妻 换句话讲 你是自由的了 只要你还愿意 你就可以和你的冷大哥 一起过着只有彼此 没有别人的生活 兰烟 快看 醒了 大友哥 现在就看你一句话了 要不要兰烟火 就在你一句话 什么话 什么话那么就重要 你有 只要你肯说一句 你愿意放了他 成全他和冷大哥 他就有了求生的意愿 你就等于救了他一命啊 这 这 难不成你还心存邪念 想让兰烟跟着你过 好吧 你说怎么样 就怎么样 你大点声 兰烟他听不到 只要他醒过来 我就给他一张修书 让他跟冷云走 醒了 兰烟 真的醒了 兰烟 兰烟 我这是在他 在家里 在我们身边 云哥哥 我 我们都在你身边 周氏安已经滚出平安镇了 大友哥 也答应放了你了 你自由了 是 是真的吗 是的 哥 这不是梦 兰烟 哥 这次新海哥帮我们摆平了周氏安 算是我们家的恩人 以后你对人家好一点啊 恩人 世上哪 哪有那么多恩人哪 镇上养的这帮护院 就是要他们抓坏人 这是他们的职责 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哥 你你别别别说 我是不会把我妹妹嫁给一个 看祠堂的护院 我已经不是护院了 怎么回事 我把周氏安弄傻了 所以族长生气就 这下更早了 连护院都不是 我情愿让我妹妹嫁不出去 也不会嫁给一个什么都不能干的人 哥 你说话也太难听了吧 你还没嫁出去 就懂得哥胳膊肘朝外拐了 你给我上去 你上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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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上去 是不是啊 你信不信 我以后都不让他们进我们家门 大悠哥 你 别啊 你 你简直不可理喻嘛 大悠哥 哥 大悠哥 大悠哥 苏姑娘 你管的闲事也未免他太多了吧 兰爷是你的姐妹 我说不得 我现在过关我自己的妹妹总可以了吧 天色不早 请回吧 不送 大悠哥 我会努力的 我会找到好工作 你放心 哥 有点稚气 我们先走吧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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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芸哥哥 蓝烟 好漂亮啊 是啊 每一只萤火虫 都是一个希望 无数无数只萤火虫 就代表了无数个希望 喜不喜欢 希望你的每一天 都是快乐的 你怎么来了 你当然不希望我来 我来了 新人登上了床 没人就丢一旁 沈少爷 你对得起我吗 你说哪儿去了 我说哪儿去了 我说到你心里去了 你敢说 你没有打算抛弃我吗 你说了要来找我的 结果你根本就没有来 你知不知道 现在周家已经没有了 我也没有地方寄了 好好好 你别哭了啊 这个钱你先拿着影集 回头再给你 谁要你的抽钱啊 我要的是名分 沈少爷 你打算什么时候 娶我做二太太啊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你做二太太了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你做二太太了 你怎么可以耍赖啊 你怎么可以耍赖啊 你不是说了吗 只要只要我帮你做了事情 你就什么事情都答应我 对对对 可是我们是大虎人家 大虎人家人多事多 尤其是我娘 她有自己的想法 我看哪 这件事情还是从长计议吧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今天我真的有点事 这件事情我们改天再聊 来 喂 喂 喂 炒作 不就是一个老太太吗 难不倒我的 来 蓝爷 你并刚好 要小心招联啊 要注意啊 我在屋里都要闷坏了 想出来走一走 哎 有棉花糖 哎 蓝爷 你太劳累了 你想吃的话 我去帮你买 你去那边坐 嗯 蓝爷 好几天不见 你瘦了好多 沈少爷 你放心 我没事的 蓝爷 周深已经不在了 陆大爷也不是问题了 我想问你个问题 你有没有喜欢过我 从来 从来 我都把你当成是一个好朋友 为什么 是因为陆大友吧 不 陆大友 已经答应放过我了 那是为什么 是因为那个男人吗 你觉得他会给你幸福吗 跟云哥哥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好踏实 从现在开始 我可以过属于我自己的生活了 好 好 我祝你幸福 谢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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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